这个男孩是法兰西的大鬼族之子 出生就在罗马的他 却建立了学校有史以来最低的成绩 本应该上阵沙迪就沉迷于古老的传说炼金术 想要成为炼金师获得救人的能力 因为比起上阵沙迪 他更希望没有人因完战争而死亡 就是这么善良的吉尔 被三位后宫念念不忘 没有来上课 三位后宫就定了他的座位发呆 背看三位后宫很铁 他们的身份可不简单 夏洛特是王室之女 菲利普还有李时蒙是公爵之女 吉尔任务时一位叫梅尔的老头子 传说他是一位资深厉害的炼金术师 虽然他并不承认 某天 吉尔在炼金脑头梅尔那装剪的精灵 妖精是被当作恶魔的眷属 而被教会封杀的存在 他以为妖精与炼金术有关 于是这一夜与自己的三位后宫 一同前往可疑的森林寻找精灵 结果 修莲娜遭到了英格兰士兵的袭击 自三个世纪起 法兰西和英格兰就开始为争夺王权 而血流成河 吉尔是个手无腹肌之力之人 所以最后还是靠菲利普打倒了对方 四人围坐篝火堆 享受着珍贵的友谊 因为身份的问题 日后避难不可避免地 要站在政治舞台上相互对立 李时蒙得到消息 法兰西军队要和英格兰军队 在阿塞库尔决以此战 而李时蒙这个超优等生 被命令代表奇功绝佳奔赴战场 吉尔得知消息后 立马去求梅厄用贤者之时 把他的青梅竹马李时蒙 变成永生不死之身 没有说这样李时蒙会变成 被教会追杀的一段 承受永生永世的孤独和痛苦 而且他并不承认自己是炼金树吃 等吉尔痛苦地赶到战场时 法兰西全军覆没 李时蒙成为了敌军服务 为了救他 吉尔对自己使用了贤者之时 即就把自己变成不死之身 他手中的贤者之时真的显灵了 名为阿斯塔罗特的精灵女王苏信 他说只要将贤者之时和名为全能灵药的液体搭配之下 就可以拥有无穷的力量 而这全能灵药他练了七年都没有练成 在那闭门不出的七年里 法兰西早已被印格兰攻陷 于是成立了流亡皇室开始逃亡 而流亡皇室的最高统治者是夏诺特 而菲利普的伯肯蒂家族与印格兰结盟了 为了加快练要速度 结合找到一个远古遗址 在那遇见了一位叫贞德的女孩 实验也被马大呼的他给搞砸 那而贞德所在尊庄的当晚就有敌军袭来 幸好夏洛特安排部下伊尔前去支援 南兵卵 他们依旧不是敌人的对手 可这时吉尔却惊奇地发现 因为白天的事物 他已经成了全能灵药的龙器 也就是说他的唾液就是全能灵药 可他现在如果吃下贤者之时的话 很可能会暴毙 正好吉尔看到贞德去战场送了一波人头 等吉尔赶到发现贞德还有救 就决定把贤者之时分台一半 让他成为不死不灭之人 然后发誓会用一生来守护孤独的他 只不过这插入方式有些绝对不背景 贞德脸红尖叫 所有吉尔用嘴送上了全能灵药 完成组合 贞德成功地获得了三分钟的力量 贞德要让他变成傲慢的狂战士 眼神变得犀利 瞬间秒杀百人 等三分钟后 他就会变回那位冷出无害的善良贞德 贞德成了异端 为了让他有一席之地 吉尔决定编造 他是可以拯救法兰奇的救国圣女这个传言 这页 贞德向吉尔请就接吻 因为他消耗完体内的全能灵药 所以必须及时补充 也就是说 贞德每次变身之后 都必须跟吉尔接吻 来获取全能灵药 每天要亲亲 这是什么体验 只见贞德再也受不了了 主动强温的吉尔 所有变身 轻松解决的嘴呆的杀手 每次亲亲就能获得三分钟的超强战力 虽然不是吉尔本身获得能力 但有了贞德也算是变相 拥有了可以拯救国家的能力 所以贞德他们来到皇宫 想要磨求一个职位 结果吉尔被算计 但硬扎阳错却见到 被囚禁的后宫老婆 李诗盟 李诗盟因为得罪了很多贪污贵族 所以他被关了下来 是个七年青梅竹马再相见 李诗盟隐含泪珠地问他 为什么没有去救他 于是在吉尔的一通嘴跑下 李诗盟被感动得要死 而贞德则被带去舞会 面见了傀儡公主 可贞德却一眼就练出了真公主 贾劳特便与他私下会面 从他那得知了 为何吉尔这么多年 没有找他的原因 也知道七年来 他谁都没找 这么一项就数多了 其实有个杀手来袭击贞德 虽然贞德将他打死 可三分钟的能力也用尽了 贞德倒下后 另一个杀手突然出现 他寿命来去闲着知识 还从贞德口中 得知了全能灵药的获取方法 那就是跟吉尔结文 杀手是吉尔的亲兄弟 拿牌来的 他来到吉尔面前说 要把其他国土卖给英格兰 以保证他们获得瓦尔河以南的领土所有权 而此次来谈判的人就是菲利普 为了救贞德 吉尔把另一半贤的支持给了杀手 结果杀手吞下后 立马爆炸死亡 这时菲利普也赶到 吉尔告诉他 要强谈战争结束 就必须统一法兰西 让伊格兰知道 法兰西坚不可摧 这需要菲利普作为中间协调者 而贡国与王室之间的血债 就由圣女和信封圣女人来填补 当吉尔说菲利普由他守护的时候 他心动了 但是他身上背负者被杀父之仇 他继承着把伯根帝 变成欧洲最强帝国的一致 所以他拒绝了吉尔的提议 吉尔听到后也很震惊 虽然菲利普能够直面上天赋予的残酷命运 有着如此的觉悟和信念固然让人钦佩 但是他不相信把伯根帝打造成欧洲最强国 是菲利普的梦想 他追上菲利普的马车 对他呐喊道 忘记你父亲的野心吧 我们可是一生一世的朋友啊 这个时候如果加个女子 或许菲利普就能回心转意 而菲利普听完后 竟出其不一地尾上了吉尔 就这样 他成功得到了全能灵药 然后离开了 因为吉尔的回归 夏洛特重新振作了起来 他呼吁全民一起保卫法兰西 并授成贞德为骑士 为拯救这个国家的最强胜率 因为有了夏洛特的支持 全民开始相信贞德 就是天使派来拯救法兰西的存在了 那事情并不顺利 拿找到兰斯圣母大教堂的教父 去说了贞德的存在 这里是法兰西国王代代 举行加冕遗失的神圣之地 教父表示 就算长公主承认 他们也不会允许异端的存在 如今 法兰西的国王去世 去弄无首 所以夏洛特必须尽快赶往 兰斯圣母大教堂 去加冕为王才行 要去大教堂 就必须打赢和英格兰 在必经之地奥尔良的战争 和要多回奥尔良就需要兵 所以李师门快马加鞭 回到布列塔林公国 他哥哥是领主 李师门找哥哥借兵 可是哥哥不愿意牵扯战士 所以一直作为旁观者 自然不见 夜里 李师门被一群男人绑架了 他们要教训 这个想要破坏国家和平的领主妹妹 李师门即使被哥哥的女人给救了 这个女人告诉他 他的哥哥并不是他想象中的一般胆小怕吃 但就应该男的公爵要挟哥哥交出他 他哥哥可是十分引勇无畏地表示不可能 之后威努努努努 才能陪得上自己亲爱的妹妹 听了女人的话后 李师门决定不再逼迫哥哥离开了 不过最近教会送了信给夏洛特 教会怀疑贞德与恶魔游览 才获得了神的力量 所以要检查他的少女之身 这让夏洛特他们陷入的困境 很快 那派人在人民中开始煽动 要检查贞德身体的严价 这是他的阴谋 他想要回到皇室中当宰相 想要把精灵女王做成标本 想要解决此困境 能解到军队是一个解决办法 但是李师门没有解到军队 夏洛特就逼他再决解 但是李师门心意已决 不肯答应 两女的关系也讲话了 伊尔不愿意让他的雇佣团 手下们有生命危险 所以带着他的人离开了夏洛特 接下夏洛特他们是孤立无援了 当晚 营州们就在他的怂恿下 对夏洛特他们进行逼迫 要强行检查贞德的纯洁之身 吉尔上前劝阻 却被打成了重伤 贞德立马便伸出来保护他 但是他没有杀人 他表示 自明天会接受检查 吉尔告诉大家 贞德的妹妹也死于战乱 所以他比谁都清楚生命的珍贵 所以他不会杀人 而是愿意用自己的力量 尽全力保护他人的生命 终于听完自行惨贵 暂且退去 贞德他们决定奔赴奥尔良 他将会运用仅有一次机会的力量 这个力量足以让他取得胜利 就这样 贞德他们带着少年义勇军 向奥尔良出发了 奥尔良之战是两国胜负的关键一战 而菲利普在获得万能灵药后 戴上一个奇怪的头盔 结果 他也获得了贤者支持的无穷力量 目前 给奥尔良运送粮草的河流 已经被英格兰占据了 所以吉尔决定从河的上流 去运送粮草 到了奥尔良 吉尔他们见到夏洛特的表弟 巴达尔和李什蒙的亲弟弟 阿朗松 因为从小就有个文武双全的姐姐李什蒙 所以阿朗松一直很嫉妒姐姐 想要超越他 这次 狄军又打来了 固执着他立刻加码上战场 想要做出一个的扭转局势的辉煌攻击 依次让法兰西人看到他 成年他的能力并不比姐姐差 然而一上场 他就被傅立福给一刀砍下了嘛 这时蒙德变身完毕出现 这是一场黑白尤里希斯之战 最终是蒙德胜利 菲利普落晃而逃 因为这一战胜 蒙德一战成名成为了全民的女神 胜女 蒙德他们一股作气 都打赢了好几场 但代价是蒙德也不断地强吻极恶 然而因为有胜女的存在 一直被打压的民众开始得意忘心起来 他们自动列队 不听领主的命令 想要去印格兰的要塞一决高下 既然他们知道无法阻止情绪高涨的大火 所以决定顺着他们的行动做出决策 在双方打起来后 帝君的守城大将终于现身了 于是由蒙德向他出手 然而蒙德上当了 在他发起攻击时 菲利普早已等候多时将他中击了 接着菲利普抱紧他 然后由守城大将射出成规成之剑 他的剑抽走了两个少人心脏 蒙德身体奄奄一息 守城大将又下定去将他的尸体 四分五裂 取出贤者之时 吉他亲眼目睹蒙德被挖出心脏的一幕后 悲痛欲绝而晕绝 最终被救了回来 蒙德失去了心脏 胸口被圣枪锁伤 所以无法自动愈合 不过因为他的脑部没有受伤 所以贤者之时保住了他的性命 但处于假死状态 断缸魔剑 是由具有强大治愈能力的贤者之时所做 用那个或许可以救醒蒙德 因为这次的战败 吉他他们这边的损失惨重 如果没有新的兵力加进来 很可能就会被英格兰一网打尽 正好断缸魔剑就藏在吉他的家乡 所以阿朗松表示吉他应该回家 去找自己的爷爷 接两千兵来 但吉他和爷爷的关系很僵硬 他没有信心冷截到 其实爷爷也是深爱着自己的孙子 在孙子出生不久 梅尔就参测出吉他有变成魔王的潜质 他的存在会让这个世界为之颠覆 而且无法获得片刻的幸福 所以请求杀了孙子 但是爷爷并不同意 吉他最后还是被驳回家一趟 加利亚凯瑟琳表妹一心一意地等他回来 当年想不到的是 爷爷竟然说想借多少就借多少兵吧 但是前提是要和凯瑟琳结婚 凯瑟琳家是超级富有的大资本家 去了他吉他就可以拥有超越 法兰西王室和公主家的财富 吉他不同意 没办法让凯瑟琳背上近亲结婚的罪名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凯瑟琳本身就很想嫁给他 在吉他小的时候 他爷爷就开始魔化 为他娶个资本家的女儿 彼此得到女方几成的资产 但那些等同于被诱拐了来的女孩 都被关在一座塔里 终日哀叹 侄子衰落死亡 他爷爷甚至想到两人 在一个雨夜生命组成熟饭来促成结婚 但吉他很善良的抱住了 被下了药的凯瑟琳 对他说 以后你就由我来守护 就这样 他想成为了名义上的兄妹 朝夕相处着 爷爷如此的为孙子获取财富 只不过是为了让他能够享受人事 但是吉他最终还是没有接受和凯瑟琳结婚 因为贞德 那个他承诺要相伴一生的女孩 于是凯瑟琳成人之美 王称已经原房 让他顺利从耶娜获得了军队 此时精灵女王和阿朗松等人前往了森林 寻找断钢魔剑的剑鞘 但是却被人解除先登了 阿朗松他们立马面临被一百多个士兵 围攻的困境 阿朗松自愿孤身去拖住敌军 他依旧想要以此机会超越姐姐礼石门 阿朗松打到最后被姐姐所救 他以为会被嘲笑 姐姐却抱紧他 称他为骄傲 这次黎石门带着自己的士兵来了 此时他正带着一堆人难解极恶 不想让他成为救国英雄 黎石门以自己名字的讨伐拉 两群打了起来 菲利普因为带着名为圣碑的头盔 所以他比真的早醒 他的父亲说他身上背负着成为领地的命运 所以不可以死去 但他现在觉得死亡或许才是救赎 于是他命运守成大将 下次别再自动心脏 直接往他两层脑袋射吧 大将并不想这样 他怕误杀了菲利普 但布隆他思考 菲利普就心怀嫉妒了奔赴了战场 他先生在桥上打开杀戒 本来吉尔他们计划不让贞德出战的 毕竟 断钢魔剑的复活之力只能用一次 要是再被大将射中就功亏一篑了 但是贞德一听菲利普来了 立马也冲了出去 这是黑白尤利西斯之间的傲慢对决 吉尔因为凯瑟琳的点拨 得知了自己是爱上贞德以后 他开始勇敢起来 他向士兵们大喊 为了我心爱的人 请你们解语我力量吧 于是气势凶凶地杀了出去 但贞德在菲利普的算计下 还是面临了必死的环节 当大将的剑无可避免的要射中贞德时 吉尔毫不犹豫地吞下定买显的知识 他获得了盾的力量 利用攻击盾救下了贞德 一边战断中 菲利普和圣杯头盔被射裂 桥断了 吉尔一边胜利了 但要下一刻 吉尔身体出现不适 口中不可思议的念者 第五空间展开 第五空间展开 每条线的知识会以这种方式抱走 这些怪兽开始向吉尔靠近 然后全部进入到他的身体里 金龙女王震惊了 千年以前 有个前辈将诸臣葬送于剩余空间 他失神后 只向金龙女王这些造福人类的女神 留在了人间 随后自己也消失殆尽了 现在吉尔变成了恶魔 他召唤出了天之船 瞬间秒杀了千人 这时没有现身了 他开始后悔 在吉尔小的时候 没有杀了他 他还以为吉尔对真的爱可以扭转起 变成恶魔的命运 当初为了创造属于人类的乐园 人类成立了圣殿骑士团 而梅尔是骑士团最后的幸存者 当年 骑士团的目的是毁灭线的知识 但是有叛徒偷藏了一枚 最终这石头兜兜转转 还是到了吉尔的手中 魔王要找金龙女王的麻烦 认为他是诸神中的叛徒 这时梅尔挡在前面 让魔王见识一下 人类自创了链金术 他认为 人类必须靠人类力量自创乐园 可魔王一击就把梅尔打倒了 他坚信人类只要失去了侍奉的神灵 就会毫无节制地释放自身欲望和野心 然后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中 所以人类必须由神主宰 伊尔想要回报带他温柔的贞德 所以他获出性命 也要将钱的知识做成断钢魔剑插入身体中 这样他也可以短暂获得有利西斯的力量 他获得的力量是魔枪 可以不瞄准也能打中敌人的魔力之枪 伊尔对着魔王 打出魔王身上的贤者支持 只有这样才可以助回吉尔 吉尔获得短暂的清醒 他吻了伊尔 给伊尔补充万能凝妙 然后让他杀了自己 可伊尔没能成功 魔王和吉尔开始理智的竞争 他痛苦地大喊 杀了我吧 这句大喊唤醒了昏迷的贞德 贞德变身 宝达吉尔 说好的永远和我在一起呢 魔王给吉尔看了一段未来的事情 未来真的会被判决处于火星 而且是真的死亡 看到这一幕的吉尔顿时迷茫了 他对这个世界产生了迷茫 他的理智也随之隐匿 就这样魔王成功地占据了吉尔的身体 变回了自己的原生 恩里勒 恩里勒是七十二出神之首 恩里勒想要杀死人类 创造指服中神的奴隶世界 菲利普在昏迷中 父亲让他抓住这次机会 配合大将的弑神剑来一起干掉这个恩里勒 这样他就可以作为世界的大功臣 被法国和英格兰拥戴 从而为伯肯蒂家族藏见欧洲最强帝国 菲利普戴上了头盔 变成黑色尤利西斯 向恩里勒杀了过去 此时真的和伊尔配合在攻击恩里勒 伊尔让真的杀了恩里勒 而菲利普招生时机 保住了恩里勒 然后由大将射杀 本的百分百命中的剑 却被真的抓住了 因为他决心的吉尔的意识还存在 偷袭失败就打不过恩里勒了 但因为真的还能感受到吉尔 所以为了心爱的人 菲利普决定牺牲自己 他吻了蒸德给他传递力量 蒸德就不向恩里勒吻了上去 蒸德去到了吉尔而识的回忆中去 见到逃避未来的他 他不想回到现实世界中 去接受蒸德的死亡 蒸德意味在他的怀里 告诉他我们应该会去 回到有我们喜爱的朋友的世界中去 就算我死了 我也会存在每个人的笑容中 菲利普说动了 他立即冲出了恩里勒的身体 回到了现实 他只想自己与真的力量 就是为保护世界而存在的 并不是命运或者神选中了他俩 而是他俩互相选中了对方 吉尔和蒸德一直坚定地宣告 我们人类的世界将由我们自己创造 情侣俩一个用盾一个用剑 一同将恩里勒打回了剩余空间去 这是属于人类的胜利 之后菲利普也醒了 他的父亲又让他将昏迷一旁的蒸德杀死 但菲利普不愿意 他让大家杀了自己 但大家只是打破了他的头盔 让他变回了善良的菲利普 头盔只是暂时被打破 他拥有极强的自我束缚能力 所以菲利普还是可以戴上他 变成黑色的尤利西斯 但这次不管父亲内心的黑暗如何怂恿 他都拒绝了 他要寻找自己的梦想 因果蒸德和吉尔大圣恩里勒这个神 使得法兰西尔士兵们的内心 雄涌澎湃 实际大战 两人也备受拥戴 于是他们全民一心要前往大教堂 为小罗特完成加冕仪式 伊尔也成为了尤利西斯 也需要吉尔的吻 但是并没有演变成一幅多期的情况 因为蒸德并不允许 但是蒸德接受了凯瑟琳的存在 保护寂寞的饥饿 平民由尤利西斯 蒸德与恋心的骑士 一部相对平淡的魔幻翻 但女角色却一点都不平淡 要身材有身材 要颜值又颜值 所以当初一部爽翻来看 还是挺不错的